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各位亲爱的同胞 大家晚上好 我们在五月初举行了大选 我和我的团队得到人民重新的委托 必将竭尽所能 为大家服务 我们已经开始处理各种短期和长期的问题 过去五年许多新加坡人的生活都遇到了困难 我们经历了很严峻的国际经济风暴 经济大起大落 政府在处理危机时 以大局为重 以整体利益为先 我们采取了大刀阔斧的果断的措施 结果我们稳定了经济 保住了工作 经济取得了强劲的回弹 不过大刀阔斧的措施 有它负面的影响 可能为人民带来适应的问题 而且我们无法完全兼顾 每家每户所面对的困难 因此一些人觉得生活压力 有增无减 这又如乘坐飞机一样 我们偶尔会遇上恶劣的天气 机时必须当机立断 迅速改变飞行的方向或高度或速度 机时虽然尽了全力 但是飞机难免会受到冲击 引起震动 令乘客感到不安 甚至可能有点头昏 现在这场风暴过去了 飞机恢复平稳飞行了 可是好景不长 我们又可能遇上强风气流 欧洲和美国的债务问题令人担心 经济前景不明朗 我们应该扣好安全带 以防备另一场风暴 做好心理准备 政府将尽力为人民遮风党雨 并且还在处理一些有待解决的问题 包括住屋交通和外国人涌入的各种问题 我们没有立竿见领的方案 因为这些是复杂的问题 需要一些时间处理 希望大家能够谅解 政府的政策 向来把新加坡人的利益 放在第一位 政策的出发点都是好了 都是为了改善人民的生活 然而一些政策的好处是间接的 或者需要一些时日 才看得比较明显 在短期内 这些政策给人的感觉 或许是未见其利 先见其弊 一个明显的例子 是有关外来人才 外国学生和外劳的问题 我在去年群众大会上 详细地解释了这个政策 我想人们理智上 明白这个政策长远的好处 但是他们在工作场所 学校里或者在公共场所 直接感受到拥挤和压力 因此心理上就产生了抗拒感 政府必须谨慎地处理 这个棘手的问题 我们希望找到 这种的解决方案 今晚我要从另外一个角度 解释这个问题 让我先从 我国大学生 接受外国学生的问题 我国大学 接受外国学生的问题谈起 有些人批评我们接受外国大学生 并且提供奖学金 给一部分的外国学生 连和早报的一些读者 不久前就热烈讨论了这个课题 其中有一位读者说 政府这样做太过火了 另外一位读者却问 难道家花不比野花香 我理解这些读者不满意的原因 但是我希望他们能够 从更宽阔的角度 看待这个问题 我国大学的首要职责 是栽培本地的人才 我们虽然遭受优秀的外国学生 但是这并没有剥夺本地学生 升学进入大学的机会 实际上考进大学的新加坡学生 逐年增加 每年都有增无减 外国学生所获得的奖学金 不是免费的 是有附带条件的 他们在毕业之后 必须依据合约 留在新加坡工作几年 为我们的经济做出贡献 而我们的记录显示 多数外国学生都履行了合约 长远来说 如果这些外国学生 在新加坡留下来 那会加强我们人才的阵容 如果过了一段相当长的时期 他们回去自己的国家的话 那他们可以成为我们的人脉网络 帮助我们建立广泛的国际关系 国际联系 拓展我们的商贸机会 而这样的个人联系 这样的关系 在中国 尤其重要 我们知道 优秀的外国学生 给本地的学生 带来竞争的压力 可是竞争不完全是一件坏事 因为它有助提高 本地学生的水平 并且拓展我们的国际视野 使我们认识到 天外有天 人外有人 不过 我们会重视民众的反应 并且检讨这个政策的实际的效果 我们将尽量做到 取其利 去其弊 我们必须维持开放的政策 但是适度地控制 外国学生的数目 我们也将更加照顾本地学生 我们将增加大学学额 让更多本地学生受惠 我们最近还增添了 新加坡科技学院 SIT 和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 SUTD 给本地学生提供 更多升学的机会和渠道 所以自己要成功 要往上爬 不只机会比较多 不同的途径 不同的选择 也增加了 这意味着 更大比例的新加坡学生 将有机会升上大学 我们向来的承诺是 没有人会因为经济问题 上不了大学 因此 我们新加坡学生将增加 那政府也将提供更多奖学金 给本地学生升上大学 同时我们将尽力 维持我国大学的特色 既要发扬开放兼容的精神 又要保留我们特有的学习风气 以加强大学和我国社会的联系 这些是新加坡的大学 所以必须有新加坡的风气 新加坡的传统 新加坡的价值观 这些不是欧美的大学 不是印度的大学 不是中国 北京或者上海的大学 是新加坡的大学 除了外国大学生之外 政府也很关注外劳和移民的问题 我们已经放慢外劳流入的速度 以缓冲 对本地工人的冲击 我们也提高了申请公民权 和永久居留权的条件 确保新移民具备更高的素质 更能够为新加坡做出贡献 这些是实际和有价值 有必要的调整 不过我们应该自我警惕 不要走向极端变成排外 把所有的外国人都聚在门外 我们开放和自信的态度 使我们成功地吸引了大量的外来的投资 对高端企业来说 人才是他们最关键的竞争的优势 给我举个例子 我们成功争取到美国科技企业 微软 Microsoft和谷歌 在新加坡设立区域总部 区域中心 营业中心 但是美中不足的是 他们把高端的研发中心 设立在一些中国和印度的城市 而不是设立在新加坡 理由很简单 因为这两个国家 人才比较多 并且 人才 其实成本也很低 所以我们必须适度引进外来人才 加强我们整体的人才阵容 这样才能吸引更多高端的投资 此外我们也应该注意 血减外劳所带来的负面的影响 因为血减外劳将削弱经济的活力 和增长的速度 导致企业面对人工短缺的问题 因此政府必须很谨慎理权衡得势 以免对经济造成太大的冲击 我们必须关注中小型企业的处境 因为他们所承受的冲击可能是最大的 他们最依靠外来劳工 帮助他们营业 帮助小老板做生意 如果我们抓得太紧 那吃亏的不只是那个劳工 同时本地公司 本地小老板都会出问题 作为政府将帮助他们 改变营业方式 以节省人力 以及适应新的经济环境 除了外劳和移民 新加坡人关注的另一个课题 是我们个人生活的宝藏 近年来经济起落不定 削弱了人民的安全感 他们担心失去工作 生活 失去依靠 而年纪较大的人 这可能为退休后的生活而操心 政府也很注意这个问题 并且将加强社会安全网 我们同样关注年轻一代 和年长一辈的需要 政府要好好栽培年轻的一代 因为年轻人是国家的希望 但是我们也尽量帮助年长一辈 解决生活上的问题 也感激他们对国家的贡献 这就是饮水思源的体现 前面 情 放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小店 谢谢观看